政府要還12,500億給市民 財政儲備有5,200億 夠兩年的開支 外匯儲備又有24,000億 是貨幣基礎的兩倍 美國傳統基金會和《華爾街日報》 昨天宣布香港連續17年 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時 說政府實在太多錢了 他說政府沒有理由不還負於民 財政和外匯儲備都要減半 夠一年的開支 和維持聯繫匯率制度就行 即是要拿12,500億出來 有議員覺得政府要用儲備 應該用來解決低下階層的困苦 化解社會矛盾 又有經濟師說要減新諷稅 另外2011年經濟自由度指數 香港有89.7 高低二位87.2的新加坡2.5 美國傳統基金就說 新加坡開放銀行業 有望跟到香港